我们也看到在前几天 短短几天之内就发生了 好几起的斗殴事件 而且地点都在特种行业的门口 所以我们看到院长辞令一下 对于台中当地 这些警分局是不是大家都 他们已经下达了 什么样的指令了吗 我们台中市的警察局局长 杨局长 最近就下了指令 希望各分局 对于发生 刑案的地方 容易产生刑案的地方 做强力扫荡的动作 也就是已经下达了黑道封杀令 对 包括夜店 酒店 这是台中就是在前几天发生 包括昨天晚上发生 一些事情的一个夜店 XQ 那家很有名 他引起出来的公告 本店因店内重要的设备损坏 这很有趣 设备重要的设备损坏 所以几日起暂停营业 所以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是已经知道说恐怕要来大规模的领检了吧 对对对 台中是第二分局的 这个是警察 警察跟我们的业者联名 特定营业场所业者共同宣示 维护设安的 上次不是第六分局就有将家签合约了 就是这个吗 对对 划压了 夜店也划压了 夜店划压了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 夜店还要划压会不会太扯了 要念出来已经很扯了 还要划压 对是划压 所以说 我们的院长 这样子一动怒 我觉得大家皮皮操 包括我们的局长 整个下令 整个台中市警察都动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看 现在台中的警察已经动起来了 下达黑道封杀令 还说是无限期的 所以这些业者有些人就赶快说 他们机器坏掉了 先暂停营业 所以我接下来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酒店业者Linda 我们知道其实警方 跟这些特种行业的业者之间 也有一些叠对叠的事情 对不对 可不可以说几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听听 是这样 就是酒店业者的幕后金主 其实有的也是民意代表 或者是政治人物 对 你说幕后的金主 可能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民意代表 对 那如果像这样子的 无限期的 无限期的要领检的话 可能就是这些幕后金主 也会去找这个所谓分局长 或是局长来瞧 因为生意大概掉得很惨了 大概掉几成 可能至少三到五成都有可能 三到五成 哇不得了 掉一半 对 那如果说像之前 像可能他原本领检的时间 是可能长达一个月 那看看就是请这些金主 去跟这局长 或分局长去瞧 看可不可以就是变成半个月 或是十天 可是现在瞧也没用 现在苏远长已经讲说 哪些地方这个特种行业的门口 发生事情的话 这个地方上的警察局长 局长的位置别干了 对 当然就是需要说如果在领检的话 就算要设领检站 也不要设在我们家门口 这样子 就可能设在对 就去别家领检 对 或是设在对面 或是隔条街 对 所以就看谁的 这个谁比较有力就对了 靠山谁比较大 是